牛粪水分超过60%时,压制不成型的主要原因是水分过高导致原料的粘性和流动性大幅增加。 在压制过程中,过高的水分使得牛粪难以在模具中均匀分布,压力作用下水分无法迅速排出,导致牛粪压块内部结构松散,缺乏足够的紧密度和强度。 所以压块容易发生变形,破裂,甚至无法保持完整的块状,从而影响其作为燃料或肥料的使用价值。